结合大众送念的功德 也希望能够回向一切受苦的众生 平安吉祥 来自十方的佛陀众弟子及诸商展老 齐心恭送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高雄市长陈菊也拨拢前往会场 为拟难者碾香祝祷 希望在众多佛弟子的诚心恭送下 除了安抚拟难者家属 也希望拟难者能早登吉乐世界 我相信这些王生去离咱的这些梦者 受到今天这些专门国政大政 以及众多佛来祈祥地藏经 来联合的幸福 我相信这些梦者 可以受到欧米党来接应 王生净透 可以说佛党的祖宾公民破绳 也可以带来带来带我们大高雄 一个消灾编难 由于是高雄市政府 实在也是这样 很无奈很痛苦 所以希望说今天 敲前敲道 和祈福 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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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雄市这些专门 这些区民 我们专门这些家属 可以说这些佛工的破绳 大家可以免难消灾 大家可以说这样 来无灾无难 过到安定的日子 所以在这里 我代替我们中国副教会 来这个地方 也来向我们 高雄市政府 来给他们为分 关怀 当然是 可以让我们专门 这些 王生理人的 这些梦者 和家俗来给他们 关怀 这次气暴事件 让中国佛教会 与二十四县市佛教会 发挥佛陀祭祀的慈悲精神 共同捐助新台币 五百万元 给予高雄市政府 作为重建救灾的基金 而大高雄佛教会 更致政每位 拟难者家属 两万元的慰问金 透过法会的受念 也希望大高雄 及台湾都能平安 法界新闻杨志冲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采访报导